2019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驻联合国以色列大使 他却是拿出了圣经 告诉大家 这一块土地 就是圣经告诉我 这都是以色列人的 但是你拿这种事情来讲的话 国际上有多少人会挺你呢 也许美国还会继续挺你 我们来看到 再回到上一章 看到了这一次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道组织 比如说联合国巴勒斯坦 特别报告员 他就提到 他有这段话 我们等一下要来听听看 他说呢 加萨地区大部分人口 现在在被抹去 而且可能构成了反人类罪 我们先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将军怎么看 他说呢 所以巴勒斯坦人就是呢 现在被抹去 我们先讲他那本地区 圣经 凡是看过圣经 听过基督教教育的 第一条就是神爱世人 你怎么不爱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人的命也是命啊 对啊 对不对 基督教回家都是同一个上帝嘛 那你既然圣经为地区的话 那这个算不算 对不对 那当初圣经还允许摩西带你们到一个牛奶跟蜂蜜的地方 找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拿这个理由来讲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第二个 我们看记录 你从2008一直到现在 巴勒斯坦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水深火热 年轻人百分之六十失业 加上那边 加上那边失业 对 你这以色列还控制人家的水源 以色列也是一个干旱的地方 对 他能控制河流的水源 居然还种出瓜果 蔬菜 消仿沙烏地阿拉伯跟欧美 欧洲这些国家 那穷的人那个水怎么办 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啊 其实跟美国当初对付印第安人是一样的 我们看历史吧 印第安人也是接纳了你五月花来的移民 结果你占了这块土地 把印第安人等于是灭除了 上千万的印第安人现在胜不了多少 现在巴勒斯坦经过你这样搞 是不是也是被灭除 纳泰雅胡啊 我觉得他是有点阴谋 他自己在国内这个法案没有办法过 老百姓对他很不满意 对啊 抗议啊 上街啊 把这个战争挑起来了 就让他扩大 其实哈马斯这种做法 他主要是什么 他是为了政治目的 他要造成这么一个事实 唤起回教国家跟他的对抗 对因为他很担心说呢 沙特他的老大哥 也许你要跟以色列要建交了 建交 你要背弃我了 对 所以也是狗居跳墙出来做 我们不认同哈马斯的行为 但是他的悲情 你没有身利其境的你不知道 今天没有哪个人生来不怕死的 那为什么回教国家这么多 这个911事件也好 这些恐怖分子伊斯兰也好 拿命给你拼的 拼到这么个程度 那是被逼的 被逼 真的被逼 相信有说过官逼民传 人如果经过长期的穷困 人性都会扭曲的 对不对 你生活富足谁 谁要当兵 谁要打仗 但是你穷困 没有东西吃 没有青年 没有前途 还要被压迫跟羞辱 那当然会产生这种东西 所以以色列你如果要打巷战 攻进去的话 这个仇恨会接得更深 一般的人跟你无冤无仇 当他兄弟父母妻子被你打死了以后 他就是仇人了 他就投入了这个恐怖分子 所以你会制造更多的恐怖分子 我请问你这种行为 虽然旁边叙利亚跟埃及 跟这个巴勒斯坦 都没有能力对你做什么 但是对你的骚扰不会完 这个仇恨不会解决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当年说 你建设巴勒斯坦 变成一个友好的邻邦 你不就可以安身立命下来了吗 对不对 这样你当年50年前的中东六日战争 你打赢了 而且你还是靠欧美资源的打赢了 你今天可以嚣张跋扈到这个地步 我一点都不同意以色列的做法 但是我很敬佩以色列的军人 因为我在读陆军战争学院的时候 跟读美国参大的时候 都学了很多 以色列军事上很作业的成就 但是这个成就不应该被政客拿来操弄 做一个战争机器 作为侵略人家的一个资本跟根本 这个是不对的 的确我们都说哈马斯如果说去伤害到平民 我们也是不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的 所以尤其你可以看到阿巴斯 也就是巴勒斯坦总统 他到约旦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反对以色列还有哈马斯 双边去杀害或虐待平民的做法 这本来就不该如此了 但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他攻进去了加萨的话 那你要消灭哈马斯 但是会不会也伤到了一般的老百姓 大家也非常担心 尤其是刚刚将军特别讲到了 巷弄战 还有呢 人权组织也发现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当中 使用了白灵弹 然后他也说哈这个呢会造成啊极度的烧伤 还有痛苦万分啊 再呢来看到1966年越战的时候 美国也有用过呢白灵弹 在越南南方境内投下了白灵弹 我想问一下将军怎么看 白灵黄灵啊 这种东西都是遇到空气就会燃烧 而且这种很粘性的东西啊 你抹都抹不掉 你拿水也浇不需 它就一直烧到你骨头里去 天哪 这是很恶毒的 它除了火烧伤 碩伤以外 它还有化学的毒性 所以这种是不人道的武器 那么只能用一部分是作为烟雾弹 它会产生烟雾 但是它假借烟雾弹之名 产生这种白灵炸弹 各位只看到前两天的画面 铺出了RF哈马斯的残暴行为 但是你想想 第三天开始的 每四小时一波的轰炸 整整炸一天 你有没有想想 以色列会用精准炸弹吗 不坏 那也是无差别的轰炸 无差别的轰炸 那是伤亡就可观了 就越来越多了 对 所以这一次最可恶的是 他的防长 说我解除一切战争的手段 换句话说 任何手段都做 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以做 这就是讲人性 碰到战争的时候 螺旋升高 你加重一棒 这一棒就还你两斤 你就是这样子不断地往上走 战争的可怕就是很难制止 很难制止 所以美国去 派了航母 还派了四条飞弹驱逐舰 他的目的只是示威 以色列哪里需要你援助 不需要 以色列打哈马斯 那是piece of cake 太容易的事情 那他是怎么样 要镇住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不可以支援 他还要支援以色列 这话 这话不是说给以色列听的 说给他国内的犹太的高官 犹太的有钱人 因为美国的Wall Street 全部的金融家 很多是犹太人 对 没错 好莱坞的制片 很多都是犹太人 公司 就是犹太人开的 美国的媒体 犹太人操作 当老板 美国的国会议长 犹太人 安全顾问犹太人 连那个舒默最近 来到中国大陆访问 他也是犹太人 他要赶回去 对 赶回去 所以这个 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 他绝对不 因为多少年来 他就利用以色列 我很早以前 把他比方成牧羊犬 因为周边国家有钱 羊毛很好捡 他要一只牧羊犬在那里 看了 不准妄动 对 那你想嘛 他周边 阿联酋 杜拜 沙特 沙特 叙利亚 都是产油国 对 他为什么摆一个重兵在这边 对不对 不听话就打你嘛 叙利亚不是一个例子 伊拉克不就是个例子吗 是的 那你们乖乖听话嘛 我在用OPEC绑住美元霸权 全世界割羊毛嘛 这美国为什么对以色列 那么看重 有道理的 对 其实犹太人在美国社会里面 平民社会里面 并不是受欢迎的 我知道美国的白人 尤其Anglo Sachsen的这种 对犹太人还相当歧视的 还不太通婚的 这两个宗教的要结婚 还很麻烦 双方家长还要经过很多次的磋商 但是对外 犹太人是他 金融的操盘手 他怎么会不支持呢 对啊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一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吊铃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